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然後50幾個邦交國 到了1970年光光一年之間 就12個邦交國跟中華民國政府斷交 今天很歡迎大家來參加 今天我們陳文勤老師 在最近出版的這份書 被外交顧慮的台灣 連國中國代表權22年的正義始末 其實跟陳老師 在這份書進行 我們差不多兩三年時間 進行陳老師的公費 有這份書 然後這兩三年 就陳老師一直在投入這本書的寫作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他之所以關心這本書的內容 之所以對台灣外交這麼重要 我想我們必須先回到過去的歷史 來看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把中華民國趕出中國大陸 也就是中華民國流亡到台灣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準備要在聯絡國 奪回應該屬於所謂中國代表權的 應該屬於他們的一些權利 所以中國去爭取這個聯絡國代表權 其實從1949年一直爭取長達22年 那這22年難道 難道 我想知道說 我們到底 我們的政府 我們人民 到底做了些什麼努力 要不要爭取在聯絡國 假設我們認為聯絡國是一個 不錯的國際組織 必須要加入國際組織 而且維護我們 參與國際社會的權力的重要國際組織的話 那從1960年一直到1970年代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台灣來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事實上在聯絡國 其實它當初還有美國來幫忙 所以中國想要建造聯絡國 其實是相當不容易的 總是透過一些所得 但是問題是就是以美國的重要問題來 在意識上作為一個主導 但是到1960年之後 國際局勢慢慢在轉變 所以我們也看到那時候的局勢 也開始慢慢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產生一些影響 一直到1971年 我們要知道 通過2758決議文之後 那一些形態已經做了 一個完全的改變 那陳老師這本書寫的就是 這一段22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當時我們政府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 然後美國政府在當時 又幫助我們做了哪些努力 我簡單單單的這樣講22年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單單的一句話 我簡單的極度維持 就能夠代表中間所代表的 真正的意涵 那我今天想要說的是 我們總是從過去的歷史 可以得到一些經驗 就如同說我有一次在 台北的1228決議館 他牆上寫的就是 歷史就像一扇窗 也是一面鏡子 他讓我們看到過去 現在以及未來 我們今天來討論的這個議題 其實也是希望說 能夠對我們台灣的未來發展 找到我們可以發展的方向 跟我們努力 值得努力的目標 那接下來我想就請今天的新書發表 從袁教授來 來闡述他這本書 真正的內容 以及他所想要表達的意念 來跟大家分享 請大家以掌聲鼓勵 這個方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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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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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副事務執行長康米雄好 在座各位貴賓 大家好 禮拜六早上特別有下午 經濟有點開始轉涼 有勞各位專程跑到這邊來參加 我個人的研究對中國代表局研究的一些心得 還有Medi幫你 非常感謝 也是921地震的20週年 我們大概如果回想在座人應該都印象很深刻 那一天晚上發生 台灣真的是天有地動 我也希望在這裡我真的也是 借這個機會 希望說 別的災後的災民 到今天為止都還能夠很平安 那 講平安 我們 最重要 當然 住在這一塊土地上的人民平安 都很順利 但是如果講國際社會 20年來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個人的觀察 就沒有那麼平安順利 特別這兩天 也許有人義憤填膺 也許有人覺得相當的無奈 也許像我這樣 還有 稍微再贈品一下事局 每個人每個人來看 當然民主自由了 我們自認為是這樣 那也的確是這樣 每個人每個人 但是我想 整體來講 大概 在座 諸位匯賓 大概都可以同意 20年來 就算 就位大地震以來 我們很高興 我們好大部分 災禍的重建 順利平安 我們當然非常高興 但是看台灣的國際外交 真的 這20年來 我們自由人權我們有在進步 我們非常好 我們的價值跟全世界自由國家 站在一起 人權的保障 這個毫無疑問 在我書的開張名義 馬上就提到了 Criton House 美國的自由之家 每一年做的自由人權 法治 各方面的評比 我們都是跟 過去我們長久以來 所羡慕的所謂的西方國家 我們現在是一致的 一到七 一分是代表最好 七分比較差一點 我們一分 我們很多都是一分 了不起有的二分 譬如說司法方面 兩分 那兩分我們再加油再進步一下 自由民主人權保障 我們真的 跟我們所羡慕的西方國家 我們現在目前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 現在理直氣壯 我們跟這些國家 我們享有共同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 我們擁有這麼優厚的角度 也很多 我們台灣的子弟 包括我們在座 很多人都表現得很好 在各自的領域裡頭 但是為什麼 連俄國現在有193個會員國 我們居然不是呢 你想想我們社區193個鄰居 多去參加了社區什麼大會什麼 都民政嚴肅 政政當區參加 然後只有我們這一家要待在家裡頭 如果我們不想去 或者說我們怎麼樣 我們生病了那就算了 我們也想去不是嗎 我們從1993年 李登輝總統 當時還中國國民黨執政的時代 我們就立法院來通過決議案 要求政府適當時機的時候 要麼參與 當然中國國民黨執政 所以要參與聯合國 1993到今天 我們今天也蠻 今年也蠻委屈的嘛 不是嗎 5月的時候 我們用Chinese Taipei 我們用Chinese Taipei 用Chinese Taipei 中華 Taipei 這樣的名譽 我們要進到WHA 世界衛生組織大會 我們去旁聽 這樣都不可得 我們不是經常在座之位 我們都了解 我們每次談到喔 還有我們海外的朋友 甚至移民出去的台僑 都會講喔 我們台灣的醫療 什麼什麼等等 都好 都好棒 都可以 很多國家都可以學習 但是世界衛生組織大會 欠缺的這麼一個 大家可以學習 或者交流的對象好了 為什麼 這個就是 一個很沈重的問題 我自己問自己 我 不好意思啦 我大概 也可以講一輩子 在這個領域裡頭 其他anology 可能 不會有什麼特別啦 但在這一方面 真的是 就是在這個領域裡頭啦 二三十年 以上的 那我也一直在問我自己的 那我在想說 過去幾年想說 會不會應該從這裡開始 哪邊開始 就今天要跟各位介紹 這麼一個 我簡單的用了call point 大家可能 可以比較清楚看一下 今天要跟各位 就是說回到歷史的根源 那歷史也不要追到400年 台灣就好像400年歷史 不必追到那麼久 然後這我們追個 追個50年好了 1971年到今天 大概4800號 將近50年 50年 因為我們不在這個 全世界 號稱世界大家庭裡頭 就像我經常講說 把它想成一個社區 我們不在這個社區裡頭 50年喔 所以我們也可以過日子啦 是啦 當然也可以過日子 但有時候也會覺得蠻無奈 有時候也覺得過得蠻辛苦的 有時候也覺得說 哎呀 那我們小孩 難道不能去社區 參加一點活動嗎 就算我不行好了 我們小孩難道不行嗎 我竟然講說 剛剛特別提到說 我們表現都很 我們連那個什麼 不是不是不好意思啦 那個那個 就是說 我們很多的領域都很 運動什麼 政治這些都不必講 剛剛已經講太多 政治自由人權 很多人的努力 今天我們成就了 今天台灣在國際社會 被譽為所謂的 政治奇蹟 跟我們過去創造經歷奇蹟 那經歷是一樣的 那我們 最近還不是 不管是打網球啦 打 球類運動 運動 各方面運動 我們也都不錯 我說甚至做麵包 甚至調酒 我們的 下一代 我們的年輕一代 都在國際社會得到 得到優效 得到 很好的講家 那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去思考 這些講了這麼多 這些都不是聯合國 加入聯合國的條件 加入聯合國其實很簡單 兩個條件而已 一個 愛好自由 哪有個國家說 我不愛好自由 對世界講說 我不愛好自由 我要來參加聯合國 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 能履行聯合國憲章 所規定的義務 有那麼難嗎 50年 我們要再進聯合國 有那麼難嗎 我想 我不覺得有那麼難 就這兩個條件 民主自由 這些都不是條件 經濟 比我們GDP全世界排名第20幾名 這都不是條件 比我們 不好意思 更窮更落後的國家 照常聯合國 會民國 在座諸位 衛兵也了解 這兩天跟我們斷交的那兩個邦交國 兩個加起來 說不定沒有我們斑橋區的人口多 我沒有正確數字 但是我在座諸位可以了解我這樣的意思 領土 沒有我們新北市大 也有可能台北市 加起來 譬如說 那 不好意思 領土人口 也不是條件 我們2300萬 我們所謂退出聯合國 說1700萬 也夠多了 當時1700萬 我們36000方公里 平航的領土 全世界還贏了 在全世界還贏了 三分之一以上的 聯合國會民國的領土 比他們的領土還要大 但不好意思 不是條件 條件就是 剛剛我跟各位報告的 那現在我們 簡單的回憶一下 到底說 這個段歷史 剛剛我們 那個主持人 方宜兄 也幫我簡單的勾勒出來 這段二十 二十 在 我們代表所謂中國 在聯合代表中國的時候 那這一段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 最後的影響會是什麼樣子 好 這樣 欸 那這個可以 OK好 那回到 所謂的中國代表 聯合國中國代表權 很簡單 就1949年 中華民國政府 國共內戰 中國國民黨 拜託到台灣來 中華民國政府 在台灣的開始 這個 這過去幾位 幾位當過我們總統的 都喜歡講這個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開始 應該是1949年 在台灣的開始 因為1945雖然已經過來 我來陳怡當時過來的 1945到1949 當時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沒有成立 所以中國 只有一個 中華民國 當時就是 中華民國 到了1949年10月 新中國 毛澤東在 北京天安門廣場說 新中國成立了 那從哪裡開始 有兩個中國人 國際社會 共產 共產陣營就是承認 北京的中華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就在 美國的 強烈的 強力的支撐之下 我們居然在聯合國代表中 甚至有我們的安全理事 那 最主要的當然就是拜東西方 正面冷戰的事 那特別就是 寒戰 寒戰的發生 那美國擔心 共產 亞洲大陸共產會向海洋 海洋世界一直拓展出來 所以承認了 當時 美國杜魯門總統已經不再想 再管中國內戰事情的 這麼一個美國政府 就好不好 在台灣就隨著他去了 講個白一點 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沒想到寒戰發生 美國緊張 緊張的趕快扶持 當時已經 半退到台灣來 中華民國 或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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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才是 唯一 中國 跟合法 政府的代表 在這邊 結束了 這22年的 這個中國代表 那我們簡單的 回顧一下 那這22年到底 當中有發生什麼 比較 值得提 其一件 其的事情 那三萬五千 稍微六件 方公里 土地 1700多萬人口的 台灣 代表在國際社會代表中 特別聯合國 跟他的狀態 就代表中國 當然會引起很多國家的 覺得 很莫名其妙 知識起來 也有受名不正 也不順 然後那個 7億人口的國家 好像當作適合不見得 越來越多國家 覺得真的是 不可能 所以1950年 美國怎麼樣去支撐說 那 怎麼樣去保有 中華民國 在聯合國的 協會 美國就提出 所謂的 Monitorial arrangement 就是所謂的反義 任何一個國家在聯合國 會聯合國 任何一個會聯合國 在聯合國 提案說 我們今天要討論一下 中國代表權問題 美國說 反反反 再反 現在不要討論這個問題 那 美國為什麼可以提這個 而且還得到通過 因為當時美國 在聯合國 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也有更多的邦交國 中華聯合共和國才成立 加上蘇聯這幾個國家 雖然西方國家也有 像 英國等等 來承認中華民共和國 但是 那個 整個會聯合國 還沒有美國 影響力來得多 所以1950年代 基本上 是可以這樣通過 那越來越多國家 然後我剛剛也提到了 越來越多國家 覺得說 這個好像 不把7億人口 這麼一個 中華民共和國 把它邀請到聯合國 過來也怪怪的 真的也是蠻奇怪的 我們今天設想 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 雖然他對我們敵意很深 雖然也在外交各方面 在打壓我們 但是我們自己 設想看一看 如果今天 14億人口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有 他今天的軍事經濟各方面的力量 不在聯合國裡頭 也很難想像 然後要來處理 等等也很難想像 好吧 那麼 越來越多國家認為說 這個很難想像 包括 特別支持中華民國 政府的國家 都覺得這個 好像 也不太 好像 然後 即便政府要力挺 那一些國家政府要力挺 台灣 或者中華民國的政府 但是他們的人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政府不承認 那個是中國呢 北京那個才是中國 為什麼不這樣承認 或者 兩個中國 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所以那個壓力也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給他們這些國家的 執政責業 也有更多的壓力 那美國也看到 如果一直說 中國代表權 不要再聯合國討論 這個越來越多的聯合國 會有多沒辦法接受 所以美國之後 是說 好吧 你們要討論可以 但是 要改變中國代表權 這個是一個重要問題 那所謂重要問題是什麼 根據聯合國的 意識規則 憲章來講的話 要聯合國 如果說是重要問題的話 要得到聯合國 出席聯合國大會 三分證明 以上會有 就像我們很多什麼憲法 要修改什麼 要立法院四分之三 你可以想像 那個 那個有多困難 美國就是想到這個 用這個重要問題 所以 1961年開始 到1971年 美國的聯合國 都跟你提重要問題 然後當然都 美國的重要問題 都會得到通過 得到通過 就是說 任何國家要去挑戰 那個那個 中華民國 再聯合國的代表權 的問題 基本上不可能得到 三分之二以上 會聯合國的同意 不可能 一半都已經不容易了 所以到了 那到了1970年 會什麼 產生什麼情況 就是說 從1950年開始 每一次 特別是1961年開始 每一次 每一年聯合國大會 都在針對中國代表權 要來做 做討論 或者做表決 那基本上 這個阿拉巴尼亞所提的 就是說 要排除 蔣介石在聯合國的代表 然後趕快 歡迎中華民共和國的代表 進入聯合國 這樣的提案 在聯合國基本上 都得不到 過半數的支持 所以中華民國 還蠻安額的 因為他基本上 得不到 到了1970年 翻轉 其實1966年 也曾經有故 也是平手的 到了1970年 翻轉了 什麼翻轉呢 贊成 驅逐 蔣介石代表 然後趕快 迎北欣 歡迎北欣代表 來 來聯合國 這樣的聯合國 會員國 已經 變得多數 所以 如果是這樣 沒有重要問題案 通過的話 那一年 中華民國政府 就要退出 所謂退出 會員來過 因為 退出是1971年 1970年 已經有一半以上國家 不認為中華民國 是 是中國的代表 因為有重要問題 所以 1970年 雖然 阿爾巴尼亞案 得到多數 聯合國 支持 但是中華民國 習慧越來越不可能 越來越不可能 那更何況 當時 Nix的政委 也希望說 能夠透過跟中國 外交關係的正常化 然後 也希望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能夠進入聯合國 也來 呼應 也來 相對於 那個聯合國 多數會員國的呼應 一直覺得說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讓他進入 加入聯合國呢 美國如果一再堅持 只有中華民國 才是聯合國 唯一的 中國籍合法 政府的代表 那 包括美國在內 與聯合國裡頭 越來越不到 其他國家的支持 所以美國就像 Nixson政府 想說 好 我們雙重 所謂的雙重代表權 就叫 Dual Replementation Dual 可能有兩個 一個就是 你看得 蠻無雜的 一個是簡單的 雙重代表權 就是說 兩個中國 在聯合國 都有代表席位 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是 他是 他是中華民國 然後 複雜的雙重代表權 是什麼 複雜的雙重代表權 說兩個中國 一樣都在聯合國 有席位 但原來 中華民國 擁有的 安全理事會 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所謂世界五強嘛 到今天都還是嘛 這個位置 讓給 中華的民共和國 這個叫做 複雜的雙重代表權 好 立正政府當然 就派 就派他的特使來台灣 跟當時的蔣介石總統 開始有 開始有所討論 這些我們再往下看 好 那先在這邊 先做一點補充 中華民國駐聯合國的代表 就是大使 也不是說完全 不瞭解 我說蒙在府裡 不瞭解聯合國的一個現況 你看看 當時 中華民國駐聯合國 常任代表 叫蔣經文 他1971 1961年 他報回 外交部 的電文就已經提到 關聯合國內空氣 多數景象 兩個中國之警權 1961年 然後到中華民國 所謂退出聯合國 要再十年 那這十年 我們看不出任人 因應措施 然後 他這樣講 也有他的根據 你看他一定在聯合國 他一定觀察聯合國 這些會員會怎麼下 對中國代表權 你看1964年 法國就承認中華民共 1964年 在高樂 執政的時候 大概高樂是很不錯啦 法國政府是不錯啦 從1949年 你看看中華民國 政府敗退到台灣來 再加入法國 這麼大的國家 繼續承認 承認中華民國 政府在聯合國 代表中國 再到1964年 法國也撐不下去 到了1970年 加拿大也撐不下去 澳大利亞也撐不下去 太多太多的國家 那1966年 你看 這邊 你看 加拿大 意大利 比利時 巴西 等這些國家也都主張說 要買兩個中國 要買一中一台 來解決 聯合國的一個中國協會的問題 好吧 讓中華的民國 再聯合國代表中國 那台灣就 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不好意思 你要 要不要用 付我毛燒 要不要中華民國 在台灣 要不要用什麼 等等 來代表 反正代表原來中華民國政府 一個在聯合國的 這麼一個協會 但是呢 這一些都被國民黨政府 定位是兩個中國 當時我們在做了 我想我們有一定 都知道 黨國教育之下 就是所謂 什麼漢賊不良力 等等 我會再提到 就這些 然後我們是 我們是中國的 鬥統 我們是中國的法統 等等 一定是這樣 這個是當時的 中華民國助理聯合國代表 叫蔣廷福 他也見了 甘蘭迪總統 當然也 依照美國的 這個外交 政策的檔案 U.S Fully Relations 那個 外交檔案 那都有顯示的 這些其實 上網 蘇維有手機 現在馬上就可以查 美國這一方面 至少外交檔 做得 真的非常好 全世界任何地方 你只要有網絡 你上他的 國務院網站 都可以找到網絡 可以找到 找到他的 外交網絡 那這邊 那這邊我要特地提到的 台灣人被壓制的一個聲音 1964年 九月 彭銀明跟謝忠明 未停擾 宣訴台灣 自救運動訓言 我們大概這一段 歷史 慢慢我們 慢慢耳熟 我們也都不知道 現在我們慢慢耳熟 想說 有這麼一件 歷史事情 彭銀明當時是 台道政治系的系主任 跟他兩個 研究生 就起早 還沒有發出去 就被抓 然後 謝忠明未停擾 大概就被判10年12年 然後彭銀明被暖禁 在國際社會壓力 被暖禁 1970年1月 彭銀明就 逃離台灣 在國際有名的 中向農姓 有一本 好像 有點出 因為日本人 他好像有這一段 有寫的 那 逃到瑞典 當時 然後在瑞典 他接受 Michigan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一個邀請 要他到 Michigan大學做研究 但是他要由美國簽證 所以這個美國簽證 也變成一個大問題了 因為 中華民國政府 一直 強烈反對 強烈跟美國施約 絕對不能給 同一名簽證 不能讓他到美國了 乾脆這樣 這個會助長台獨 然後這個說 這樣的話 我們就 道童、法童 什麼什麼 我們就 這個美國的檔案 也留下了很多 也留下了很多 好 光是彭明明這個 這個 那當時因為碰到 季辛吉 季辛吉 好像也是 彭明明的老師 等等 這麼一個情況 那最後 美國還是 給彭明明簽 簽證 那我要特別 舉這個 當時 台灣人對聯合國 我們可能也是 被壓制 我們也不知道 到底 中華民國在聯合國 到底做些什麼事情 可能也不了解 然後有了 這種 因為他也曾經 做過中華民國 駐聯合國代表團的顧問 他曾經去聯合國 他看了 他的了解 跟他研究 政治國際關係 他的了解 他覺得說 這樣長久 台灣人 沒有 在外交上 沒有出入 整個台灣 包括中華民國 政府不要說特別 只當時的台灣人 所以他也是說 要求蔣介石 台灣是 自救運動學院 我們再去找個內容 大概 基本上 大概有 基本的了解 就是台灣 一樣的要成為一個 新增的一個 崭新的一個政府 新增的自由民主的國家 我們從那裡開始 我們不要再做 聯合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搶 誰代表中國 這樣一個行為 那蔣介石採取的 就是所謂的 漢賊不兩立 凌為玉翠 不為瓦群 如非群必 凝省勿群 國際關係就是 Visal sum 零和遊戲 沒有的話 就全沒 但是 他一個黨 他一個人 他做了這麼一個角色 那 一直到今天台灣 就 就真的全美了 譬如說了 在聯合國 真的全美 一直到今天 五十幾 五十年 這個是他做的決定 然後你看 他真的 不曉得 他真的無所謂 你看1970年 10月27日 他蔣介石 這個我自己看到的 這個日記 我到斯坦普大學 我右中心 我自己看 那一樣 這個是差一句話 我們 我們自己看不到 2300萬 你看不到蔣介石的日記 非得勞以後 要花錢 花時間 花體力 跑到 跑到 Standford 那個 Google Institute 去看 而且看是 只能用鉛筆 他們抽 然後要一個一個 去跟他 然後他給你一個 你拿來看 拿來抽 你知道嗎 我抽了一個月 真的 整整抽了一個月 每天跑 跑到 三國大學 這樣來來來來來來來 10月27日他說 人人皆為我國 在聯合國代表 我則 泰然 很自主 畢竟 都不擔心 1970年 10月27日 那個聯合國 已經簡單的多數通過了 排除 蔣介石的代表 10月25日 兩天前 10月27日 美國立正總統 趕快派到特使 1971年4月後 專程到 台北 會見蔣介石 這剛剛我們提到 那 蔣介石當然 悍然拒絕了 覺得說 不行 這個會傷害我的道頭 我這個有罰統的 中國就是罰統 從什麼什麼 一貫之 一直到今天 到我 到我蔣家 到我蔣介石 然後他 這個是在美國的 外交檔案裡頭 他有特別寫到 他說 寧為玉翠 不為法權 這個 他英文 他當時 當時 那個檔案裡頭 是這樣寫 羅蘭比亞 Jade Broken Land and Earthen Tark Intact 這個 寧為玉翠 不為法權 那剛剛講這個 儒費權必領責務局 這也不說到了 去年代 六零年代 就開始這樣講 誰講呢 當時中馬民國政務 有個外交部長 叫沈昌范 後來被 中馬民國政府認為說 喔 這個是中馬民國政府 外交的 教父 的雜貨 就是說 那很 很保守很憂鬱 當時就是 跟蔣介石 立主說 如非權必 寧省不去 當時有這麼一個外交 副長1966年 還是 反正就是 60年代 好 這個簡單我們很快的 趕快看一下 這個 這個就是 表決了 1971年 這個是最終的表決 你看美國提 中國代表權是重要問題喔 好 大家來表決了 結果 59票 反對 1971年 以前 從1961年到1971年 這個 將近10年或9年時間 美國提重要問題 都可以得到通過 但是 1971年沒有通過了 59票 比55票 所以中國代表權 再聯絡過 再也不是重要問題了 那不是這樣的問題 就簡單多數就可以通過了 不需要三分之二 那簡單多數通過 我剛剛跟朱衛報告 1970年 就是1971年的 前一年 已經是簡單多數通過了 那可以強調 1971年難道會 不簡單多數通過 那美國 看到這個情況 所以中華問題沒過 他趕快 提所謂的 分檔 來分斷表決 阿爾巴尼亞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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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知道有兩個內容 一個就是驅逐蔣介石代表 一個就是 因中華人民共同國 進入別人的 那美國趕快主張說 這兩個 阿爾巴尼亞這兩 我們應該 這兩件事情 我們也分 翻譯中華人民共同 歸翻譯 那驅逐蔣介石 這個我們來表決一下 結果呢 多數的會員 我們看 61票 反對 51票 贊成 不同意 不同意美國這個提案 就說不需要啦 要表決就一次表決 然後 緊接著阿爾巴尼亞就表決 76票 贊成 35票 當時中華民國還有50幾個幫挑 怎麼會只剩35票 那有的就見風轉過 我們老體的 覺得說再也 再支持中華民國 政府沒有辭職 反而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嚴重的敵人 什麼等等 譬如說 在當時 那 美國剛剛我們也提到說 美國本來有主張說 提 這個所謂 台北跟 跟北京都在 流在聯合國 這樣的所謂的 聯合國代表團的團長 叫周蘇凱 也是外交部長 也是當時的外交 中華民國政府 這個 這個是劉凱 就是 駐聯合的大使 這個是 布希的 老布希 在此後 讓專業所能詳 老布希 還沒有當總統之前 他1971年曾經當過 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 這一張 這樣呈現 這個是 這個就 看一下 這英文 就2758的決議案的內容 重點其實是這個 這個是重點 我們看一下 也有中文吧 2758的決議 重點是在 決定 就是聯合國決定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承認他的政府代表 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 唯一合法代表 並立即把蔣介石代表 從他在 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 所非法佔據的協會上 去除去 到了2007年 陳衰扁政府 台灣第一次用台灣的名義要申請 交入聯合國 當時的 聯合國秘書長 叫潘基維 就是錯誤的 不當的去引用這個 我們在座諸位貴賓看 完全沒有跟台灣有關係 對啦 蔣介石當時統治台灣 大概除了這一點關係 也沒有講到說台灣是貴 中華人民共和國 貴中國 這完全沒有提到 所以 連 當時的 那個 北京政府的總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政府的總理 周恩來 也是他們的外交部長 他對這個決議文 他說 很不滿意 但是當時已經通過通過就接受 他事後跟 事後跟 近新極講說 他們對這個決議文 其實是很不滿意 因為沒有提到說 台灣屬於中國 或者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提到 就是這個 1971年10月26號 退出聯合國的隔天 蔣介石發表了這個 還是一樣 我們本 漢賊不良力之立場 去維護聯合國 憲章追憲 什麼什麼 你再看 宣布退出聯合國 等等 漢賊不良力 那當時軍事戒嚴 你看這個 全部都是 這個所謂 馬上要到 只是場景不一樣 下個月10號 中華民國國慶日 以前是這個樣子 我都居然說 軍事戒嚴 現在當然是比較 翻天洗地 但是 中華民國 還是中華民國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是 這個當時 我剛剛那張圖片 我們看了 也有點焦灑爛了 那這一張圖片 你看看 這個是 中華的民共和國 駐聯合國的代表團 的傳掌 叫喬冠華 也是他們的外交部 副部長當時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你看 這個 多開心 那一直到今天 我們有時候會說 我們叫中華民國 他們叫中華的民共和國 不好意思 聯合國跟專門機構 不分離 你們都是中國 我們在的時候 我們叫China 他們在的時候 也叫China 一直到今天 也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再看 有沒有改變 也要改變 到底這樣子 他沒有說 People 取得過China 沒有 所以 聯合國現在到今天沒有改變 聯合國現在 我們中華民國是 創始會員國 OK啊 還是留在那裡 但是 聯合國就不管了 在China還是China 後面做的就是習近平啊 否則China後面不是應該做蔡英文啊 沒有 或者做以前的馬英 就成為 聯合國都OK啊 沒有啊 甚至我們進去都不可能 譬如說 因為你中華民國已經被這個 代表中國的這個北京政府所取代跟繼承了 除非再來一次 我們才能再武力把他趕出 把現在這個中國趕出聯合國 然後以我們去 去 去建立的繼承 天方夜談 這也不是我講的 1960年代就好多國家 特別是中華民國政府的 代表說 你要反攻大陸 什麼什麼等等 你這都是天方夜談 在做夢啊 真的是在做夢 美國黨那也顯示了很多 很多國家的 外交的領導階層講過這些話 好吧 這個影響呢 就是說中華民國 你看 斷交早 不必講 你看 1970 1970到1971 1971到1972 各有12個國家和中華民國斷交 一個 一年之內就有12個國家 現在中華民國 跟 麻 那個 這兩天斷交兩個來 可能也過不了紀錄 這個紀錄 這個紀錄當時就醒下來了 一年之內斷交是 12個國家平均 一年12個月平均 每個月就斷一個 每個月斷一個 那連那個專輪機構 中國協會的上司 都不必講 包括我們剛剛講 WHO WHA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大會 還有這兩天 雖然我們進不去 但是交通部說 我們有派 派團去了 我們無論如何派 去 再會場外 那個叫ICAO 好像是 國際銘行 國際銘行組織 ICAO 這些 還有一個 Interpol 國際刑警組織 前一陣子 他的行刑組織的主席 是中國那邊黨選的 後來他好像 回中國就被抓起來 那個國際行刑組織的主席 好像是 那這些都我們想進去的 專門機構 這些都是專門機構 但是我們都沒有 除了 剛剛講的這三個 我們現在 最想進去的 這三個之外 那還有 太多了 還有一二十個以上 那 再來呢 研究 最嚴重 我個人 如果站在這塊 土地上來看 台灣與中華民國政府 統治 迄今長期被 付利在國際外交的社會之外 那 之後呢 台灣就變成 被迫以各式各樣 無法裝選主權的名稱 參與一些國際組織 簡單來說 我們比較有所能下的 亞洲開發銀行 H&M Development Bank 我們叫 Taipei China 我不跟 不跟我們講英文 我們都OK啦 我們就想 在台灣 我們中華台語也不影響 在國際社會 我們居然變成 Taipei China 在所有 國家會員 重目睽睽之下 我們是Taipei China 然後 亞太經濟會 APEG 我們叫 Chinese Taipei 講中華台語 我講OK啦 就中華台語 Chinese Taipei當然在座 這麼簡單的英文 我們都 當然 我看 連小學生 國中生都知道 Chinese代表什麼意思 中國的台變 或者中國人的台變 我們怎麼 台灣到2019年 2019年 還在中國 21世紀開始 都已經十來年了 我們還是中國人的台變 中國的台變 對 當然行嗎 如果說 對 也許 對中 對在這塊主力上 來講 有一些人 覺得說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不是我要討論的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我們也叫 Chinese Taipei 明年就要 東京奧運 可以想像 我們還是 Chinese Taipei 世界貿易組織 更有意思 這個其實 有時候還勉強接受 Separate Separate the customs territory 包括台灣 澎湖 金門和馬祖 但是簡直你去上他的網站看 是WTO的網站 他還是簡單就跟你講 Chinese Taipei 就這樣子 那正是當時 2000年我們去申請的時候 是 前面哪一個 就是所謂的 台灣 澎湖 金門 馬祖 特別 關稅領域 這是我們國家的名證 不管這個國家叫 中華民國也要叫台灣民國 這就是我們 參加WTO的國家的名證 但是WTO 連這個都省掉了 就簡單叫我們 Chinese Taipei 世界衛生 就不必提 剛剛才提過 但是更好玩的就是說 有時候前面給你提 弄個名字 Gast 來地 其他都是 Japan Korea The Philippines 什麼 我們是Gast 我們是來地 也不想要怎麼說 為什麼 然後你看當時 1960年 其實1960年 64 68年 三屆 三屆的澳林匹 議員會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還蠻有尬的 你看 被改成台灣的時候 當然台灣不能接受的 在港下政權之下 最不能使用的就是台灣 因為台灣代表有台獨的意涵 怎麼能讓你要台灣呢 更能幫他中華民國政府的道童 台灣不過中華民國底下的一省 一直到今天也有人這樣認為 不是 那當時1960年多 你看 還under protest 抗議中 這個出場的時候 1960年 然後64 68 往後三年 不類似 然後這個就是 2016 里約 華西里約 奧貝女將 許淑慶成功栽金 讓中華台內的會籍再會長跳舞 那不是應該要用中華民國嗎 Retal China 不是嗎 那以我個人 我更喜歡用台灣 不是嗎 但是不好意思 就是 好 延樂國成立的時候 有51個會員國 1945年 然後到了今天 有193個會員國 你看成長了142個會員國 在這麼一個期間 那 我們簡單看一下 1950年 就是說中國代表真正在聯合國 成為議題的時候 聯合國有60個會員國 中華民國有35個邦交國 那到1971年 中華民國 在 聯合國的中國學位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的時候 聯合國有134個會員國 中華民國有54個邦交國 一半都不到 1970 1975到2005年 這麼30年間 邦交國 中華民國的邦交國 基本上就在 25到30個之間 打蛋 2006年之後 就全部都在 25國之下 那一直到今天 到昨天 那個 那個吉里巴斯跟中華民國斷交 中華民國現在只剩下 15個邦交國 聯合國有193個會員國 你想 15個邦交國以外 再去哪裡 再去求 其他國家來承認 我們是中華民國 求人家承認我們台灣 也許我們努力 不好 這我主觀而已 也是我研究 不完全主觀 研究而已 我們從零開始 也許都很有可能 但是要人家承認 我們也叫做 民法國 China 這個在1971年 要不然 如果現在還能承認1971年 就不必投反對票了 1971年幹嘛要投反對票 最後 2019年 中華民國 還在 繼續 斷交 或被 斷交 我這樣講 也蛮無奈的 不是 因為今天 今天的政府 就叫中華民國 政府 不是嗎 只是 便宜形勢 叫做台灣 或者台灣在國際社會 比較響亮 就用台灣 但是斷交的時候 建教的時候 其實就是 承認這個中華民國 你想我們 駐基里巴斯 駐索羅門 絕對不會是台灣 駐索羅門 不會 不會台灣 駐基里巴斯 大使館 一定是中華民國 駐這個國家的 大使館 歐巴斯 中國 中國 英國 一定是這樣寫的 不可能用台灣 但是便宜形勢 說台灣 因為國際社會 一般都稱我們台灣 也比較有所能講 很多其他就用台灣 1970年中華民國退出年 所以我們有 那時候 中華民國 統治 統治我們的 那個政府 還有五十四個 邦交過 到今天 我剛才講 只剩下十五個 會不會再往下掉 以我的言就 會 不是我 不是我喜歡 在座 會不會 不要誤解我的意思 因為我稱他 這個叫做 鳥籠外交 你飛不出去的 那我什麼時候要抓你 要抽你一下 我隨時抓你 要抽你一下 因為你是中華民國 你來是個 那我們也會被 欲去欲求 如果說 如果有這麼一個國家 要我們錢的什麼 那最主要就是說 這個 我 我戲稱他 就說撐他 我的一個觀察 非常 外交 你飛不出去 然後外交應該 外交的成果是 不是今年做什麼 明年就趕快展現 不可能的 也是一樣的 一步一步 慢慢的去累積那個能量 累積那個 成績 有一天 零於三十年五十年後 我們會看到 成績出來 不是說今天做了 明天 今天放在台灣做 明天我們就 全部都是放交 不可能 包括我研究這一方面 我也覺得這個不可能 但是 可能的在哪裡 可能就是說 我們要 真的 要 去思考 到底今天為什麼 剛剛 我也提到過 為什麼 今天吉利發思 這些國家 不是跟 跟南南斷交 他也會跟南南跟日本跟 跟很多國家要錢 那麼要不到錢 就說 就跟日本跟南南斷交 也不可能 但是為什麼 就會這個要 所以這也是 當然一方面 所以 但我看說 這個以前斷交跟現在斷交的理由 其實沒有什麼兩樣 以前斷交的時候 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就說 你看這些國家 受回古惑 古惑就是 迷 迷 迷惘的意思 這網顧國際正義 這個組織國際組織 網顧 連任何國網顧國際正義 那這個組織越來越大 越來越行道 怎麼辦 我們曾經講 這個組織已經網顧國際正義 甚至不值得我們留在底頭 那現在呢 不顧我國多年協助與情侶 對中國存有幻想 那全世界跟中國有邦交 不是都存有幻想 日本也有換美國 法國 義大利 德國 加拿大 包括我們林津 東南亞所有國家 菲律賓這些國家 不是都跟中華民共和左右邦交 那不是都存有幻想 為什麼這些國家 不會碰到我們的情況 我們沒有努力 真正的去思考 這樣有問題 沒有 沒有 我這樣認為的不好的意思 在那 我們就講 中國撒屁 中國撒錢 什麼都中國撒錢 所以中國拿走 我發現 過去跟現在 以前跟現在 跟中華民國斷交的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改變 五天斷兩國 這個 出體制是我從媒體 網絡 結錄下來 這不是我講的 他說五天斷兩國 台灣與基底 巴士斷交 邦交國勝出五國 這個新聞標的 我每次看到 不管 不管是這個標題 或任何說 跟台灣斷交 我每次 第一個我的反應就是 無辜的台灣 無辜的台灣 你不是用台灣名號去闖蕩 你今天用台灣的名號去闖蕩 今天台灣說 被 好像被 就說不被承認什麼 那麼就算了 今天用中華民國的名號去闖蕩 結果 今天我們看到的媒體 清一色的 我還沒有看到一則說 哎 吉里巴士或是 索隆的跟 中華民國斷交 跟Republic China跟中華英文的 或者中文的跟中華民國斷交 沒有看到 我剛才在想說 我看到 開個文章 在這邊馬上送一本書 可能不是那麼值錢 但馬上免費送一本 沒有 如果有看到 不好意思 真的猜錯 趕快 我真的可以送 然後我真的 這個以後我就可以 可以有個助記說 有有有 別的媒體是這樣寫的 那我會覺得無辜 台灣我特別給他刮好錢 無辜的台灣 但卻要繼續在下個月慶祝 Republic China 中華民國斷交 這個 這個就是我 最後的一個 結論 結論就是說 也許 不曉得未來 台灣外交會怎麼樣 有人說 我們不在聯合國五十年 我們不是過得好好的嗎 我每次聽到 我也沒話講就是 也的確 我也過得好好的 只是我研究這個 每天自己在那邊 每天在那邊 有時候無奈 有時候 有時候修成 那是我個人的事情 但是日子也這樣過 日子也這樣過 我也都六十幾歲 日子 都這樣過 好吧 但是 有時候又看到 香港這些反送中的 這些 香港特別年輕人 又覺得說 這個 在台灣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 做什麼 不要什麼事情 都說 給下一代吧 講得好聽 我們不要幫下一代 做決定 香港合掌不是嗎 過去的好幾代 不是跟現在 相就 相較於現在的 這一代的 香港的年輕人 不是他們的 父親被 祖父什麼輩的 都說 好吧 這個 這個以後 他們自己去決定好 講得好聽啊 我不曉得對或錯 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說 這個是一個借鏡 我會覺得說 在我們能夠做 做事情的時候 我們這一代 能不能犧牲一點什麼 做一點什麼 讓下一代的路子 在這一方面 都是 稍微平衡一點 那如果參與聯合 參與國際社會 參與 參與專門機構 跟其他國家 建立邦交 這都不重要 那我今天 這個就是我存在 個人興趣 在研究 就只能這樣說 那如果不是 那就有另外一個 思考 另外一個深層的思考 那我簡單的報告 就導致 非常感謝 在座 今天真的 在這麼一個 那原外多也 那謝忠平先生 有過世 像今天的告別 是就在今天 等等 無論如何 非常感謝 在座 各位 今天 一到早 一晚以後 就波隆到 到這邊 參與 新宿座壇 在這裡祝各位 萬事如意 身體健康 請他 謝謝 我們在這邊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陳文賢老師 在為這本書做非常清楚的介紹 然後在結束之前 我想在引用 陳老師在這本書200頁裡面寫的 他說 他說 愛拼 愛表债贏 台灣斗力 都在希望 孟辰真 則必須踏出第一步 然後針對目標 以智慧及勇 性 全力以赴的重要性 那最後陳老師認為 以台灣致命 申請 交聯的 國是這代台灣人 應該 踏出的第一步 也是台灣邁向成為 新生活家 或正常國家的 第一步 相信 作者 就是 非常的 用心良苦 給了我們這一本書 做了一個 很好的註解 希望我們大家 繼續朝這個目標 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下一個階段 是中文中 我們請的三位 三位 非常 在這方面 非常有研究的 學者專家 來做報告 那我們差不多 從11點 五分開始 我們再回來順暢 謝謝 不好意思喔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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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沒有 沒有 照顧 你上去 入紅色 一起去 那我們要先 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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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個 勅同是 Brooke 個贓公司 對 就憂皇 他個是老白的 這 他跟現在 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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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說 我怎麼說 我比較年輕 七十萬年了 七十萬年了